我确定我现在的工作是主引导的吗 只要有一个人 他在他的职业中间 他发挥了上帝给他的才干 他完成了上帝托付他的使命 其实他就是在回应上帝的呼召 教育不要只是一个统一模式的班级教学 而是可以配合着每一个孩子的学习速度 跟兴趣去学习的 自己就做了一些尝试 所以从创小家教班 然后到去做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补习班 那都发现我对于跟学生互动越来越有兴趣 可是很明显的是当医师这边 其实我在几个科别的表现也还不错 那我到底要怎么做选择 所以当然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要回到神面前 然后去做寻求的时候 经过那个呼召的过程以后 大概比较确定 当我走在神的带领当中的时候 其实最终是神不自明的责任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中间每一位职场的工作者 都能够准确地明白神的心意 能够勇敢地做出自己的选择 能够走进工作的呼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